你知道日常生活中 哪些行为对我们的脊柱会造成损伤吗 我是南京尼科大学第二副主医院 骨科副主人医师王莫瑶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再讲一讲 有什么样的姿势啊 对我们的脊柱是尤为不利的 其实啊我们上期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脊柱是我们人体的第二生命线 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一个质量 所以啊我们必须善待我们的脊柱 那我们从上到下看一看 像我们的颈椎它是有一个后身的 如果我们的颈椎一直处于一个前驱的一个状态 它就会容易受损 所以我们想一下什么时候我们的颈椎是前驱的 低头看手机看报 哪怕低头看书 其实也是对颈椎不利 正至于啊我们有时候没有床 中午想要休息一会儿 趴在桌上休息了 这个也是对于我们的颈椎啊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最容易耗发 损伤的部分是什么呢 是腰椎 因为腰椎是负重非常大的 所以啊任何对腰椎的有很大负重的 这样一些动作啊我们都是要尽量 第一 哪些动作呢 第一就站 第二就坐 第三啊长时间的弯腰 当然啦如果你弯腰去搬重东西 那更是不可以 更加会加重我们脊柱的这样一种损伤 另外啊还有一些动作也是会造成脊柱损伤 比如说讲凝起骨盆前期的一些动作 使你脊柱的立腺发生了改变 很多人就忽视 但他确确实实会就几乎造成脊伤 比如说啊穿高跟鞋 翘二郎腿 所以啊以上王医生讲的这些动作啊 我们以后就尽量避免这个 你知道了吗 这一期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